這個議員來關心 我是東山新區的 我是楊西秋理財主理理長 特別希望我來 因為他出道 我在最近這三年之內 到檢查 地檢署到檢察官那邊 告了三位首長 大家又發現國民黨的議員 既然去告紅兵大概也很少見 告了三個 都是跟政案的很有關的 比清風議員是八分之三 代表很多議員的助理 我想我們今天剛才聽過大家 講了這麼多話 有幾個重點大家可能 必須要特別留意 第一個 鐵道五當然是一個 大家非常需要重視 因為這代表了大家心中的一個體力 可是我更認為 另外一個聲音是 絕對不能公視的 當地居民 因為那是24小時 360天租在那裡 他不是禮拜六禮拜天來一下 那是360天24小時的生活圈 任何一個變化 或是任何一個衝擊 坦白講 別人只感到憤怒 他們是感到痛苦 這是完全不同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這個例子 這是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所以我到地檢署 到檢監察院 到調查局局 我很擔心這個案子到最後 會變成這個案子下場 我坦白講 我看到特一特二時候 我手腳都能飆 這個是個典型圖利財團的例子 剛才有位朋友阿里講 這中華民國的 國民的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的國民的 就是 為什麼 空的 如果是你的財產 政府不敢動你的 為什麼 你會跟他提出 中華民國的財產 你看多少國民被侵占 當變成是中華民國的財產的時候 我告訴你 將來就是財產慢吃掉吧 這個將來 好一點 類似松山龍串 慘一點 就是另外一個金華城 變成一個 沒人去的地方 然後 你把整個東西全部用光 各位看看你們上面的資料 85%的地板面積 放在這兩邊 我為什麼對這個案子 特地痛恨呢 各位看到這個案子 你的心裡會淌血 你就要是否之可惡 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如果我們不激起這個案子的教訓 剛剛你也在 我們跨航派 但是我們一定都一致 到最後這變成一個工具 又是什麼 獨立財產的工具 它變成A計劃 A錢的計劃 我告訴各位怎麼搞法 剛才大家談到大巨蛋前期的 大巨蛋多少人去炒去 老要求 怎麼樣 保留育力 合不合理 合理 應該 結果市政府理直氣壯 我幫你們擋了一萬三千坪的樓底板面積 要不要複雜 要複雜 可是就在大家所有焦點 放在大巨蛋的時候 這邊出來找一個 你居然在隔壁看到的 富邦集團的 打的叫文創圓區 這裡殺了一萬三千坪 他能打走各位多少 兩萬八千坪 而且更精彩的人知道 他說多少錢 他五年樓地板面積兩萬八千坪 使用面積四萬坪 四萬坪的使用面積 營業面積 他五年賦領 台北市政府一億三千萬 一億三千坪在地堡 大概買五十坪 你只能買五十坪 他可以拿到四萬坪的 然後我剛才追這個案子 這是為了文化創意使用 我們絕對尊重 以文化創意優先 李里長知道後來我去告 原因為什麼呢 當時好市長文綠領帶 把他保留下來 絕對不可能有飯店 絕對不可能有辦公室 絕對不可能有任何商業設施 有各位知道嗎 有 他小吃街 他變成文創小吃 他的電影院叫做文創電影院 他們的六星級飯店 叫做文創飯店 然後他的辦公室叫文創辦公 最後合理化的結果 他用一億三千萬拿走了 你今天看到 各位更精彩的在哪裡 他98年付給我們市政府一億三千萬 99年就跟市政府申請了五千兩百萬的補助盤 各位誰有買房子 你有買房子政府會補助你 年輕的朋友 你去買房子 他這麼不會補貼的利息吧 不會 他一億三千萬付了之後 第二年五千兩百萬補助他的利息 富邦財的還要你補貼 我們這樣一大塊地 消失了 這個案子 我告訴各位 我們今天都不好好盯啊 最後的責任 他覺得不推給前面做 我後來去告文化局局長 他說對不起楊議員 這不是我做的決定 這是前院的文化局長 那文化局長先去打路了 找不到人 另外一個案子 剛才有新業來的朋友 我常講 如果你是從北山高從南往北開 你會看到一個貪腐紀念碑 那是一個台北市民的選類史 有十三棟大樓 叫做美和市 你以後看過去聽過 美和市 台北市政府用說 我要做交通用意 把你們土地全部徵收過來 徵收過來都跟地圖合作 全世界只有這個白癡 才會幹這種事 十三棟住宅 十三棟 台北市政府地圖分一棟 建商分十二棟 根據財報 各位 你跟他合作 你會分一棟 分十二棟 財報今天出來 算了一百八十億 他是用交通建設的名義 用罵人問我的 最後當然 我又到監察院告 又到地檢署 就推理學院 推理一個副市長 他中風了 現在到美國去講病了 又追不下去 可是還好 這一點 我要感謝我們民進黨議員的支持 我們在今天通過了 他賠了我們三十五億三千萬 這是台北市政府 由此以來第一次 拿回來三十五億三千萬 三十五億三千萬 所以這個案子我不希望 我們將來再去跟他要錢 更不希望我去告人 這都沒有意義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想今天在場的還有幾個議員還有理長 我們絕對不宜許他 第一個 你在任何開發的過程當中 當地居民的要求 理長是第一優先的 其他的考量 我們作為參考的一句 但當地的居民 他是二十四小時三百六十五天 他必須要忍受 如果你所規劃錯誤所帶來的環境的衝擊 所帶來的環境的影響 那坦白講 別人就感覺到難過 你是感覺到痛苦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我們任何一個住在這裡的理名 你都必須很清楚的很大聲的 在民主政治只有聲音 怎麼樣 才是一個力量 告訴他 我不要你搞那個什麼啦 文創 產業園區 各位看到沒有 會哥 到最後就變成財團無力工具 那種百分之八十五 都其中在這兩塊樓梯板面 各位看到 百分之八十五 所以我期望 我們必須要 不管是 我相信接待會有很多議員的助理 包括 還有蔡委員的助理 還有那個沛委員的助理 還有那個沛委員的助理 還有戴議員的助理 還有杜華徐議員的助理 都來了 我們特別記得 這個案子 我們要求的 就是一個一律度開花 可能對鐵道瓶 我們保留鐵道瓶的記憶 對當地區 我們要求的是 怎麼樣 絕對不是造成了一個 來二十層的住宅 十五層的辦公 六層的商場 給我們帶來的 這裡的辦公室 這裡的商業設施 坦白展明 才要報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綠地 還有 這些設施的保留 低迷的開發 可能是我們全體距離 共同希望的 那我想 楊喜兄願意跟大家來前努力 我們要讓市長非常清楚 不能在離任之前 丟下個爛單子 你再任起來 一年 這一年你不如炒算不決定 否則的話 任何後果 你離開 他家住天母 我們一好市長坐在天母 而我們這裡可能是 十年二十年的痛苦 所以里長 我們 我和里長 還有林議員 楊喜兄願意跟所有的軍民 我也是一直正選出來的 我住在新農林 我像我們的看法是一樣的 現在 平常用交通的流量坦白講 事故發行一下 所以最後楊喜兄祝福各位 我們只有以幾個力量 明年選舉到了選票 我要告訴各位 他絕對 只要你集中起來 不管是哪個黨派 他都必須去一定的聲音 而且我們要求的 絕對是公平和合理的 絕對是正義的 所以這給楊喜兄希望 我們一起來努力 祝大家 謝謝各位